大家好 六月份了 日子真快 我们把昨天的单词和今天的单词一起来学习 今天这个单词形容词复古的 拼写的是R E T R O 我们来听一下翻译 R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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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T R O 这个单词什么时候用得到呢 我觉得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要什么风格 或者说音乐什么风格 用得上了 显然这个不是现在Fashionable的衣服 这个模特穿着的是 R Model Wearing a Retro Look 这里要用 不是我们今天的单词 另外两个单词我说一下 Model没问题 就是Motor Wearing 把R N G拿掉 这里是现在分成后子定义来修饰前面 的模特 那么W A A R Z 它在这里是表示 穿戴着 穿戴着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最后这个单词 我们意思说 Look L O O K 你会想到什么呢 看 你会想到它做动词用 或者做名字 Have a Look 那在这里的 那在这里的 L O O K Look呢 不翻译成 Appearance 就是外貌 样子 外表 这些 也不翻译成 我们看这个动作 或者说 人的融化 而是翻译成 时尚 是样 风格 就是一种Style Style Style 那你如果把这个Look 用Style替代掉 不影响句子表达 就是说 一位穿戴 复古风格的 模特 好吧 那这个Look 我们就知道了 它有Style的意思 也有Fashion的意思 时尚 风格 是样 然后定义说 Looking like 看起来像 是吧 看起来像 后面的东西 后面是什么 我们展窃 不管 然后中间有个连接词 Or 或者 Relating to 我们几乎 每次都要看到它 有什么什么相关的 关于什么什么的 也是跟后面的东西相关 后面出现了一个名字 Style 刚刚说过 可以用我们这个Look 就有Style的意思 就是试样 风格 Fashion 时尚 那么这里两个名字 Style 试样 风格 Fashion 时尚 都是From the Past 从过去 以往来的 那就是 复古的 因为你看哦 它没有说 Is 而是说 Looking like 看起来像 而并不说 这个是Vintage 或是Antique 是古董 或者本来就是 老东西 不是的 它只是说像 以往的 以往的 试样 和时尚 或者说 以往的 Style 和Fashion 是相关的 那么就是复古的 好吧 这个词 所以在时尚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是能 经常看到 以后我们注意 The Retro Look in Fashion 那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复古 复古的时尚 是吧 是的 Retro Music 这么意思 复古的音乐 对 复古的音乐 就有这种风格 是那样的 那我们的 名词 Retro 它这个发音 我不确定 它没有标出来 但是呢 拼写 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Retro 一样的发音 好 下面这个例子 有意思的 Retro is in 你会怎么理解呢 这复古 复古都来了 可以 因为你不要把它 想象成借词 或者说 复词 有些地点复词 在里面 在外面 不对 它呢 就做形容词 表示 popular and fashionable 就是流行的 时尚的 时髦的 那么复古 现在正流行了 好 这是一个单词 我们说过 两天的一起学 刚才Retro 我们学过了 Retro 什么意思啊 复古的 复古的 然后我们看 一号的单词 没事没事 好嘞 先听读音 拼写也是很简单 然后 然后 我说听一下 Li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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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d L-i-v-i-d How can I go back Like this Right Yep Yep 兩人是相互之間 他們兩個人開心不開心 而且看起來張揚舞爪的 有一種非常憤怒的感覺 這種憤怒我們可以說是憤怒、狂怒、暴怒 他們兩個是暴怒的對待著彼此 這兩個人是怎麼樣的呢? 互引到一個定語重句 who are livid with one another 彼此暴怒的兩個人 第一說very angry 生氣 非常生氣 我們不能翻譯成生氣 要翻譯成暴怒、狂怒、憤怒 好吧 後面那個藍體的furies 我們多次看到過了 也就是暴怒的意思 非常生氣 他說 my father would love it with rage 這個with rage 你可有可不有 而rage呢 它本身就是憤怒、暴怒 跟前面的fury furious是形容詞 它的名字是fury 和這個rige都是憤怒的意思 暴怒的意思 所以這個rige你可以有 可以因為它有點重複強調了 Livid本來就是表示憤怒、暴怒的 那麼with rage又是暴怒的 那麼也就是說 氣的怎麼怎麼樣的 程度加強了 When I came home three hours later 那是太遲了呀 當我回家晚了三小時 是吧 我的父親暴怒了 或者說氣的臉色發青了 一個人非常生氣的時候 他的臉色有時候真的會整顏色的 要麼臉紅脖子粗 要麼就是臉色發青 那我們這個livid真的還有這麼一層意思 肯定literary就是文學 設用於文學作品的 他可能在寫的時候會寫出來 其實呢 他還可以是用於醫學 就是doctors 他們經常會用到的一個詞 在描寫皮膚受傷留下的 so having a dark purplish color 這個pulish我們給他看一下 把ish先拿掉 p-u-r-p-l-e purple 紫色的或者紫色 p-u-r-p-l-e紫色 p-u-r-p-l-e紫色 就比如說這裡的pulish 紫陰陰的 帶有紫色的 比如我說greenish 綠陰陰的 綠色的 都可以這樣叫個ish 可以加上去 那在這裡他說是一個深紫色的 顏色 然後這邊並沒有說是皮膚啊 只是說深紫色的顏色 那給出的例子呢 又跟醫學有點關係 叫bruise b-r-u-i-s-e bruise 就是輕腫瘀傷 也就是說你 撞傷擦傷之後 不是剩下一塊 因為 因為血液 接在那裡了 也形成的 這種 有點青 有點暗紫色的 Alevi-de-bruise 就是 就是 暗紫色的 就是 就這麼 隨自克龍上的 無量也是 對呀 這個最好 這邊給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手指甲 有時候被 就是東西 重物給 敲傷了 敲傷了 你很痛 然後第二天你發現 這裡面有個什麼 Alevi-de-bruise Yeah 好了今天就這些內容 這幾個單字 並不常見 你不認識他 都不影響你在這裡生活 你是Livid 非常生氣 我不會說 我就說 Very Angry 或者Furious 想表達一下那種 程度 生氣的程度 然後我們還學了一個 什麼詞啊 復古的 復古的 叫 Retro 原因法 R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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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一起解決了兩個 我們一起解決了兩個 我們一起解決了一個